各位朋友老师好 我是来自山东维芳高密的尚宝靖 我今年29岁 刚才看那个标签 我会飞檐走壁 包括我们的小朋友馆 就以为 这是是不是一个大侠呀 应该穿着传统的 功夫的那种服装上场 你这事显得有点 太低调了吧 没有 这个就是我的练功服 我平时穿着 就穿着它飞檐走壁 我是一名空桥安装工 我负责给各家各户 安装空调 我明白了 因为空调 它有时候要安装外面的 那个压缩机 也就相当于飞檐走壁了 对不对 说实话 以前和这个空调的 安装师傅接触过 我觉得这个工作 真的很辛苦 我住的房子是30层 曾经有一位 那个安装师傅到我家 然后他就一下跳到外面 当时我那个还好 他有一个 放压缩机的一个平台 它其实没有太危险 它直接跳到户外就行了 这是您吗 对 这是我 所以这个相对还好 它有一个 其实有一个吊桩 安装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 包括过去很多那种 老的那种住宅楼 其实外里面好像没有 就完全在上面要 架子 要打那个架子 把它安装到上面 对吧 这个就有点高了 这目测应该有个 15 20层吧 差不多 所以管你们叫会飞檐走壁的高手也好 叫蜘蛛人其实也差不多也合适 对对对 这个工作挺可怕的 其实我一开始第一次去出那个外空的时候 就是外外高空的时候 我整个人是很害怕的 因为当时那个活的情况是这么样的 就是那个窗户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从窗户出去嘛 然后到那个台上面 然后那个窗户离着那个台有点远 然后我们是直接不能从窗户出去的 所以那个活就是从 没办法从最顶楼 楼顶掉下来对吗 掉下来 然后绳子掉 对 然后手里边是一只手拿着一个 五六十斤的外戚 然后另外一只手是拽着绳子 那个楼当时是 它是在15楼 但是楼层是二十几楼的 22楼吧 所以你从22楼开始往下掉 对对对 掉到15楼 对对对 对于第一次的一位新手来讲 我觉得这个 不敢想象 我当时都吓懵了 当时就是你只能就是不敢往下看 你只能 我就累的时候就是 要么往上看看 要么往旁边看看 然后到了这个安全落地的时候 我就整个人就腿都直不起来了 腿软了 就特别害怕 但那一次的经历之后 没有让你说算了 干什么不是赚钱呢 我改个行算了 没想吗 没有 就从那一次以后慢慢地就 因为习惯了就好了 by bwd6